别打了 想一想 咱们出去吧 哎哟太监住店哪 老娘早就 不行 我得去救你 哎沈爺 你冷静面 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放开 放开 人哪 什么人 沈爺 沈爺 我也想救美娘 可是我们这么茂然出去 真的没有胜算 万一被抓 山营战队 可就全都玩完了 你现在出去 能救得了他吗 你要是能救他 我们还倒在这干嘛 你虽然有时候冲动 又不是没脑子 我们现在出去 不但救不了他 还会害了他 你想怎么样就随你吧 二兄 松手 让他走 派堂小组 现在是山鹰战队 山鹰战队 山鹰战队 这个时候 他们早就出城了 你追不到他们 等我把人搜出来 咱们再说 搜 是 我 你 我 不 你 我 那 能 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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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八蛋 我知道他在哪儿 我告诉你 完了 这下真的没救了 这就是 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呀 美娘也被抓了 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 可怜我二师兄一世英明 不能上战场杀敌 却要在这儿消消滴臼了死一生 闭嘴闭嘴 谢谢你提供的情报 慢着 黄军姐姐 刚刚你可是亲口答应 如果我要是把地址告诉你 你不但会奖赏我 还会放我走 那现在 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我在这儿好吃好喝的 多浪费粮食啊 苏海棠 你们别打了 请吧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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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 咱们出去吧 没有 撤 想死吧你 给我假情报 殊死小姐 保重玉体 保重玉体 给我打狠狠地打 受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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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咱们在这地下待多久了 也许一天一夜 也许两天两夜 不能看表 这里也不能点火 耗费空气 只能估算 要我说 还不如跟他们一起死在山洞里 死这儿 太憋屈了 海棠 你有纸和笔吗 你想干什么 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去啊 万一后人发现咱们的尸体 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得写封遗书告诉他们 我叫朱永为 是个抗日大英雄 不能名垂青史 也不能做个无名死尸啊 正所谓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 赵汉青 现在能说实话了 我这两个兄弟 已经很长时间 没尝过女人的滋味了 要不让他们尝尝你的滋味 什么叫以毒攻毒 从你身上搜出来的毒药 你是不是也想尝一尝 我说的 都是实话 你的小嘴真能说呀 要不要拿烙铁 放在你的嘴上 呲的一声 我看你这个小嘴 还会不会说 慢着 他的这个嘴 还得留着说话呢 叶口君 他的东西呢 是吗 这都是你给别人准备的 我想 你也应该尝尝它是什么滋味 我说 我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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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滋味 他帮我 可以看你 你 我说